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本节目由美国开市达商业地产集团冠名赞助 11月15日晚 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18 胡香风华 锦绣萧香 湖南文化旅游周走进美国活动 在美国George Mason大学成功举办 近签名美国华盛顿的民众 参加了当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和专场文艺晚会 参加当晚活动的 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李鸿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贵英 美国联邦议员Comstock办公室主任 David Stigmeier 华盛顿大专业校校友会联合会副会长李明 荣誉会长陆航 以及其他湖南省领导和华盛顿本地侨领等 演出前 非议展厅内 展示了包括香绣 黑茶 凤凰纸渣 丽临右下五彩词 龙回滩头年画 皮影戏等展览 David Stigmeier在吴贵英副省长和李鸿参赞的陪同下 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展览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与新荣主持当晚的演出开幕式 吴贵英副省长向来宾们致辞 他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向支持本次活动的中国驻美大使馆 马里兰州艺术委员会表示诚之的谢意 并热烈欢迎到场的各界来宾 近年来 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外交思想 湖南在大力地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我们非常希望通过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些平台 和社会各界 全球各个方面 来搭建各种经贸 文化 旅游 科技的交流平台 吴贵英副省长表示 欢迎大家多去湖南 领略湖南的自然风光 领略湖南人民的热情 领略湖南深厚的文化底蕴 并希望能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交流合作 实现共赢共享 联邦议员Comstack办公室主任David Stigmeier 向来宾们宣读了议员的贺信 科姆斯特在信中表示 当晚的活动是一个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机会 未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将继续担当重要角色 对于美国人民能够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 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 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难得的机会 这也是两国人民之间建立长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李鸿参赞 代表中国大使馆向远道而来的湖南省人民政府代表团 湖南艺术家以及冒雪而来的所有嘉宾们表示热烈欢迎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同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两国迫切需要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李鸿表示感谢湖南省人民政府把湖南文化和旅游资源 介绍给美国民众 同时他也感谢大华府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 对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 湖香风华锦绣萧香专场文艺晚会 有13个独具湖南地狱文化特色的节目组成 有少数民族歌舞 民乐演奏 杂技等 苗族舞蹈勾勾搁搁散 在线湖南湘西小伙在赶边边场时 对钟情的姑娘表达爱意的一种调皮斗丸场景 由木偶表演艺术家张静带来的木偶表演《月光仙子》 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月光皎节的夜晚 月亮仙子来到人间 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而著名二胡表演艺术家张音乐 带来的二胡独奏 刘洋河 赛马等 则让美国民众领略了始于唐朝的中国民族乐器 二胡艺术之美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维州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